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我在仙鹤居住的地方 河南鹤壁向你问好 今天你过得好吗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罪与罚 一个女人最好的活法 都在这两个字里 听完之后 请别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156年前 俄国文学巨匠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 罪与罚文士 犹如一声惊雷 引爆文学界 时至今日 他也被纽约时报评为 世界十大巨著 同翁用浓重的笔触 和当时的社会残景呼应 写出小人物 被厄运纠缠的人声 有人自我牺牲 出卖身体 供养家人 有人自命不凡 在空想与现实间拉扯 沦为杀人犯 然而 在众多悲剧之中 一位女性 却是例外 那就是 杜尼亚 她曾惨遭 困顿生活的暴击 深陷插足 别人婚姻的流言 还识人不清 错付真心 但最终 还是将自己 活成了一道光 这一切都得益于 她的清醒 细究她的一生 我们会发现 身为女人 只有保持清醒 才能找到最好的活法 十九世纪的俄国 风云变幻 混乱动荡 那时的底层人物 大多如蝼蚁一般 苟活在世上 就像杜尼亚一家 四口人 挤在狭小 老旧的房子里 生活过得 捉襟见肘 父亲去世后 他们彻底 失去了经济来源 只能靠 一百二十卢布的 抚恤金 维持生计 日子不敢有一点 风吹雨打 吃不饱 穿不暖 也成为常态 浸泡在黑暗 和苦难中的人 太容易迈向 两个极端 与杜尼亚 有着相似经历的 索尼亚 为了远离贫苦 不惜沦为妓女 走上歧途 出卖肉体 成为她 换取金钱的劲道 但最终 也将她引向 社会的更边缘 周围人嫌弃她 房东驱逐她 就连她自己 都觉得低人一等 索尼亚走的这条路 杜尼亚 也不是没想过 在她半夜被恶醒时 在一家人 为哥哥高昂的学费 一筹莫展时 在母亲 忙一只头巾赚钱 差点累得眼瞎时 不过 这个念头 一闪而过 很快 她就冷静下来 意识到 这不是自己要的人生 与其靠短暂的青春 踏上捷径 不如找份正经工作 靠努力 迎来想过的生活 于是 她辗转 奔走在各地 因为性别 被拒绝了 便给自己打气 没有钱吃饭了 便靠黑面包 白开水果腹 幸运的是 杜尼亚都一一 挺了过来 最终找到一份 家庭教师的工作 薪水不高 但可日益精进 她也能在自己的努力下 如愿补贴哥哥的学费 帮家里减轻负担 《风雨哈佛路》里 有这样一句话 人不是没有选择 你可以为自己 找各种借口 对生活低头 也可以迫使自己 创造更好的生活 是啊 老天会给每个人 不同的剧本 但面对苦难的态度和选择 却能改变一生 如同出身卑微的杜尼亚 她对自己的命运 始终是清醒的 在苦难面前 她不愿自甘堕落 因为她明白 努力工作 看似辛苦 却是跳出泥潭的基石 做人就该如此 当生活留下一个难题时 别对她的黑暗 束手就擒 让清醒成为助推器 帮自己做出正确选择 尽力改写命运 英国作家迪更斯说 情绪心态之健全 比一百种智慧 更有力量 可见 做人最大的智慧 便是能用平常心 对待无常事 杜尼亚成为家庭教师后 虽然辛苦 但因每天都有新的收获 而深感值得 直到阿尔卡吉的出现 让她陷入一场 没来由的桃色风波 阿尔卡吉是当地的贵族 他聘请杜尼亚 给孩子做家庭教师 既给她提供了不错的薪水 还在她急需用钱时 预支大半年公司 帮她应急 但这样的善举背后 是阿尔卡吉 对杜尼亚的一场金钱诱惑 只为占有她 所幸 头脑清醒的杜尼亚 没有顺水推舟 攀上高枝 只是还欠着预知的薪水 无法辞职 不得不暂且忍耐 一日 阿尔卡吉的妻子 马尔法在花园散步时 无意听到 丈夫对杜尼亚的轻浮言语 怒不可遏 瞬息间 把一切都怪在杜尼亚的身上 上前便是一巴掌 并大骂她品行不端 委屈和怒火 瞬间冲上杜尼亚的心头 但她飞速让自己冷静下来 哭闹不能解决问题 回击亦不能消除矛盾 她耐心地向马尔法解释 可惜被愤怒冲昏头脑的马尔法 根本无法冷静 不顾暴雨 便将她赶出门外 一夜之间 这件事人尽皆知 杜尼亚被认定为小三 名声敬悔 换作是旁人 被污蔑诋毁 可能早已口不择言 或拳脚相加 但真正清醒的人都懂得 遇事不怒 不是忍气吞声 而是深知 纷争之下 没有绝对的赢家 所以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时 与其把自己困在流眼里 把精力耗在反击上 不如静待时机 用事实回对 杜尼亚没有等太久 马尔法在抽屉里 看到杜尼亚 曾写给丈夫的拒绝信 言辞激烈 拒绝之意 异于其表 仆人也纷纷站出来 为杜尼亚辩护 说明事实 马尔法才知道 自己误会了她 回想起当初的那一巴掌 无辜的杜尼亚 竟没有把怨气撒回来 愧疚难当 因此她给杜尼亚道了歉 还对大家说出真相 为杜尼亚证明 帮她恢复了名誉 奥利森·马登说 一个人不该做情绪的奴隶 不该使一切行动 受制于自己的情绪 而应该反过来 控制情绪 毕竟越使情绪泛滥 越容易失去理智 处事情醒 懂得克制 才能避免 为坏情绪买单 自从杜尼亚的名声 恢复后 爱情也寻声而来 这个男人叫卢仁 是马尔法的远房表亲 也是一个老成的 七品文官 在马尔法的撮合下 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 在杜尼亚的面前 卢仁注重礼仪教养 言行稳重 加之心肠不错 对自己也算贴心 便心生触动 几经交往 便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虽然以卢仁的地位 周围人都觉得杜尼亚高攀 但他并不自卑 搬家和婚礼 也被提上了日常 不过 卢仁的一封来信 打破了他们的节奏 他在彼得堡 以妹夫的身份 去看望杜尼亚的哥哥 却因过于卖弄 被罗家反讽讥笑 两人不欢而散 碰了一鼻子灰的卢仁 便在信中污蔑 杜尼亚辛苦赚来的钱 被罗家用在了娼妓身上 杜尼亚当然没有盲目听信 但卢仁终归是自己珍视的人 他只得从中调和 于是他赶紧前往彼得堡 费尽心思把大家聚在一起 还主动抛话题 缓和尴尬的气氛 希望他俩解开心结 其料 卢仁竟一改往日的儒雅老恋 露出惊人的真面目 他自认为杜尼亚作为未婚妻 会沉浮于他 便威胁他 罗家和自己只能二择一 他甚至目空一切 当众大谈 娶个历经坎坷的穷女人 远比平日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划算 没教养的他 还披头盖脸的 数落杜尼亚的母亲 指责如今的局面 是他从中作梗 杜尼亚被卢仁的举动震惊了 整个人如梦初醒 这个伪善的男人 根本不值得爱 他只是把自己当作任他摆布的提线木偶 同时打心底里 瞧不起自己的家人 看清真相的杜尼亚失望极了 他没有因为舍不得过去的付出 选择委屈求全 而是当即决定解除婚约 于他而言 明智地放弃 总好过盲目的执着 就像一中天说的 如果走错了方向 停下来就是进步 感情亦如此 如果遇人不输 清醒离开就是止损 走错路终究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条道走到黑 到最后无路可退 放弃一段感情 也许会难过一阵子 但执着一个烂人 必定会痛苦一辈子 女人多一分清醒 才不会化地为牢 葬送自己毕生的幸福 俄国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 在对生活存在清醒态度的情况下 人们能战胜 他们过去认为 不能解决的悲剧 一如杜尼亚的人生 她能在乱世中 找到自我 活得精彩 皆因她的清醒 余生不长 愿我们都能够像她一样 做一个清醒的人 命运实难 也能不卑不亢 奋力书写人生 身陷泥造 也能不急不躁 竭力控制情绪 遇人不输 也能理智抽身 勇于当断则断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仍旧能用清醒和理智 战胜一切 笑到最后 不负此生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是素年锦时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感谢观看